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从南京云景研究所了解到 历史两年多,湖南博物院联合南京云景研究所 成功完成一件印花肤彩纱直居丝棉袍的纺织工作 南京云景研究所文物修复部主任杨继元介绍 印花肤彩纱直居丝棉袍原件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 是西汉新追妇人生前最喜爱的服饰之一 她所采用的印花肤彩工艺 因为制作过程极为费时费力,早已失传 仅在历史文献中留下画衣的记载 几年前,南京云景研究所团队承担其纺织工作 这件衣服叫印花肤彩纱丝棉袍 这件衣服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 应该说是新追妇人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 当年新追妇人一号墓里面出土的衣服 有各式各样的 其实每一件衣服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 比如说像肃纱丹衣 全世界最轻的衣服 印花肤彩纱丝棉袍 这件衣服其实它从它的整个复制的过程上来说的话 它比肃纱丹衣还要难 主要是因为这件衣服呢 首先它是一件棉服 有礼、外礼 中间还要加上几层丝棉絮进行缝合 它相当于是三层的一个夹衣 它的整个的成衣制作这块呢 就是比较难的 杨继元告诉记者 由于西汉史的制作工艺无法考证 只能通过对文物的显微镜观察和史料推测 工作人员使用七层颜料进行叠加 在薄如蝉翼的衣服上 画出上千个画样进行仿制 文物的最外面的那个纹样啊 它是由七层矿物颜料 进行了一个印花及副彩工艺的结合 且它的这个七层的矿物颜料 绘制的是在非常轻薄的塑纱面料上 而这个塑纱就是做塑纱单一的塑纱 所以我们说这个衣服是非常难 它的那个纹样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贝类啊 藤蔓啊 花苞啊 不同的矿物颜料进行一个叠加 杨继元说 纺织的另一大技术难点 是在轻薄的塑纱上进行绘画和染色 这是我们当时做这个衣服的一个小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料是非常轻薄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薄薄的这个像 像颜料一样的这个韵 把它画在这个塑纱上面 还要保证它的边缘是非常清晰 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最终我们把这个韵的这一层加上去以后 过去和原文物进行比对 就觉得好像跟文物还是比较像的 在马文队一号梦出土的那一批四织品旁边 还出土了一些工具 其中有个工具是一个印花板子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它当时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 前面四层的纹样应该都是用这个印花板子 进行一层一层叠加印 它上面的三层又通过手绘的方式 整个这件衣服做完以后呢 就会给人感觉它的灵动感特别强 整个这个衣服的复制时间 我们一共是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接近三年 目前南京云景研究所已经完成直居肃杀单一 朱红灵纹 螺丝棉袍 黄鹤卷地长寿袖枕头 羽毛 铁花卷等马王堆汗木出土四织品的纺织工作 目前呢我们正在做的一件衣服呢 是长寿袖四棉袍 我们预计呢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这件衣服会复制完成 复制完成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在湖南省博物院的这个展厅里面 能看到这件衣服了